一趟树花的崩山已经是不只是国词 是全世界的一个笑话 花莲各界将会到台北 强烈表达我们的诉求 立刻动工安全回家的路 今天的花莲县议会 决定要无限期的修会 直到这个树花改 确定要这个动工为止 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一次 这个大陆旅行团 其实是整个苏花公路受困最多 比例上面最高的 其实这会不会影响到 这一两年来 路客来台观光的这个意愿跟想法 我们听到家属的声音 其实是满悲痛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年来这两年来 开放大陆客观光以来 98年跟99年两年 到全台湾来98年 有53万9千的路客 其中到花莲去的有37万 大概一半再多一点 99年1到8月 有82万人来台湾观光 那去到花莲的有52万5千 这个对于整个花莲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观光的经济产值 经过这样子一次事件之后 苏花公路的未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危险 现在应该已经是 刚才傅婚琴说叫做世界之池 其实它应该是世界有名 有名的一个危险的道路 对花莲的观光会产生什么影响 刑哥 短期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长期间来讲我觉得影响不会大 因为毕竟台湾来讲 苏花那个美应该对大陆客来讲 还是有它的吸引力 就包括像中恒那一段 就是到天翔那一段来讲 很多陆客就刚刚文献讲说 陆客在那边也被那个石头扎死了 好几个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在进去的时候要戴安全帽 我们是每一次遇到了一个 很惨痛的牺牲之后才学会教训 我觉得这一次之后 应该未来在整个封路来 以及未来在路客的一个 在输澳这一段 就苏花这一段来讲 可能会更加谨慎 就是刚才段老师讲的那个方式 就是大家是坐火车 但是游览车是来接驳的 对 我补充一下献哥的讲法 极短线 就是说两三天三四天 出团的人数没有影响 因为这些人已经脚前 已经要触发了 没有影响 极短线没有影响 短线会有影响 中线不会有影响 不是数据这是 我觉得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讲 这不管是针对东部的交通的问题 或者是东部居民 他们应该有的 得到的一些权益的问题 我认为整个东部的交通的问题 要重新做一个全面的规划跟检讨 那当然观光的问题 也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今天东部是我们 未来发展观光的一个重点的话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这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所以有几个问题 现在应该马上做的 我觉得现阶段在短时间之内 当你梳花改还在规划 还没有正式动工之前 梳花公路的这个预警机址 必须要建起来 我刚刚就讲过 按照气象预报做从宽认定 这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必须要忍受这个阵痛期 在这个同步 我们东线的这个交通 像铁路的运输量 能不能够再提高 能不能再做调整 让铁路的运输量提高 暂时这个降低 大家对于梳花公路依赖的程度 那最后的一个这个癥结点 我认为梳花梯或者是梳花改 是势在必行 这必须要做的 我觉得政府现在就必须要 想办法跟环保团体 跟地方人士重新做一个沟通 这已经没有选择了 除非这些环保团体 愿意去让 把这个花莲人通通搬到台北来住 否则这群人 在花莲生存的这些人民 他们有他们的基本人权 我们本来就应该给他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更不要讲说 未来东部是我们发展观光的一个重点区域 我们更应该让我们的观光客 有一条安全的道路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 梳花改也好 梳花剃也好 这是势在必行 这必须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有几个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像花莲 它的地形 所以对大陆观光客 或是全世界 或是对所有的人 去到那个地方 都为之赞叹 那个地形会那么特别 其实就是 它的美就是它的危险的利用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造山运动 然后突然悬崖起来 所以它的美 就是我们常了解大地的时候 都会知道说 一个东西的美 跟它的危险 常常是完全相伴的 那在比如说 在美国的旧金山 它有一个17 miles 它也是很危险 可是它跟台湾的花莲 还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第一个 它可能没有像 台湾的造山运动这么快 就是它板块没有造山运动 所以你看花莲 一直外海有地震 所以它的整个 落实的状况更严重 第二个就是说 它并不是有一个 所谓的东北季风 所以还会有所谓的山崩 所以它的条件 其实老实讲 就是它的美 跟它的危险是相伴的 那我要讲就说 马总统 当时他在竞选的时刻 这个议题就其实经过 很大的争论 因为花莲的人 应该要一条 回家的安全的路 那可是像延长寿 还有很多台湾的 环保专家 还有包括正眼法师 他们基于保护 东部的生态 他们认为 不应该有一条 高速公路 那傅昆奇的说法 就是说 如果瑞士的阿尔比斯山 都可以高铁 高速公路通过 难道瑞士 会比台湾不环保吗 这里头有好几个说法 那那个时候 辩论的很厉害的时候 马英九做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要拓宽东部的铁路 那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 这件事情到现在 还没开始做 没有做到 那今天又说了 说这个铁路呢 要拓宽 那以后水泥呢 要尽量都从这个铁路走 运货从这个地方走 减少对苏花公路的伤害 那这句话 是马英九在竞选 2008年之前 关于苏花高速公路 要不要兴建的时候 他所提出来的折中方案 也是大家觉得 好像应该在各方面 考量里头 比较可行的 那你苏花高速公路 我自己不是工程的专家 我并不知道说 在那里盖一个高速公路 对画列来讲 是一个回家的路 对观光客来讲 是不是一个观光的路 因为观光就是要看 那个很悬崖海景的路 那那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们要把几条路 要分开来说 如果是观光的路 可能不是高速公路那条路 那如果是那一条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悬崖之路 它本身是真的非常危险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是 大家没有辩论过 在马英九要竞选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是 大量的一个辩论 马总统所做出来的 政见就是他要 拓关东部的铁路 我觉得问题是 他所任命的交通部长 两年来没有政绩 其实这问题不是 直接在马总统 竞选连任的时候 才浮现 这问题已经非常非常久 今天傅昆琦是说 其实92年 民国92年 苏花高就已经定案 说要做了 对 如果92年的时候 已经顺利动工 按照进度施工 那么今天就没有 任何人命伤亡 新建苏花改 不是经济问题 是人道问题 就是说这个人道问题 在民国92年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 这个贬政府执政的时候 就已经定案要做了 结果后来一拖再拖 一直到现在 没有办法做 当时的完工日期 定的就是99年 就是现在 其实也蛮讽刺的 当时这个定的案子是 民国92年到99年 要完工 今年 如果当时动工的话 现在已经有 做完了 已经完工了 其实那个时候 是贬政务时代 已经发包了 开工店也做了 发包以后 就跟何事一样 就停掉 又花了一票钱 就结束了 所以这也是 书花高停建事件 其实刚刚文献说的 那个地质情形 我都很了解 台湾确实地质条件不好 所以地质条件不好 才会美 那观光 他只要看几个点 观光不是要看权限 观光的人不需要 从花莲一直看到 所以看几个点 所以你做高速公路 给他面问题 他只要下来看几个点 那高速公路做的话 他主要是隧道 跟高架桥 所以隧道里面 是最安全的 绝对找不到 所以隧道比民宿 比速度安全 我还要说 我特别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很多人的 那个环保的理想 是有一点像 像飞链天的 叫空中的梦想家 他就做梦 因为花莲人 你要不要给他一条路 这是很单纯 花莲人要不要 有一条到台北的路 要 那当然是高速公路最好 绝对是高速公路 那我这里又要强调一个问题 因为高速公路 我刚刚说的是隧道桥梁 所以对环保的影响最少 比现在这条公路 对环保的影响比较少 这条公路会变景观 道路可以缩小 很多地方可以缩小 不要再去修它 就单行道都可以 所以问题应该比较单纯 那我还觉得很奇怪 我们台湾反对苏花瓜 跟反对死刑的人 他同一批人 这两批人 同一批人 同一批人 他反对死刑 这次该死的人不要死 那不该死的人 死了后该 当然这个天下的是道理 还是说这个是一个理念的改变 因为当年也觉得核能电厂 是一个非常不环保的事情 现在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核电是最安全的 这个不是该死的死掉 我觉得这个是同样属于 自由派的人的主张 他的理论清楚 他的背景是一致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今天如果说大家把 这条很脆弱的苏花膏 他的什么时候该封闭 把他的门槛往下降 那我觉得这个苏花改 要到民国 要到2016年才完工 如果年底照马英九的讲法 说年底非重工不可能 还要在6年 那这段期间 我觉得在大陆 承包来台湾旅行社的人 增加他们作业上的困难 就说他们如果来了 如果气候改变 如果要多留一天 如果要怎么样的话 这个他们的团费 是不是要两种 正常团费 意外团费是要两种 大老你是想要去大陆经营旅行社吗 这个困难度 我们不能在这里讲风凉话 这个困难度是无形中非常高的 成本会提高 他们可能就干脆就规划做火车 对就是火车 现在提到这个 我先讲一下刚刚那个 苏花高速公路 当初陈水平时在动工 动工只是动个形式 他预算都没有 他钱从哪里来 将近一千亿那时候没有钱 那时候是不是没钱吗 那时候大家如果印象还记得住的话 当初是准备要把国道 我们的高速公路一号国道 要把它BOT等于是卖掉 然后拿这些钱来盖苏花高 如果大家还印象记得的话 当初最主要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还有环保的问题 环保只是另外一个表面上的问题 实际上他 实际上是不是没有钱 他在那边 其实他实际上他也没有钱 他那时候环境团 环保团人对他施压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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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其实他做的动作里面来讲 其实他也没有钱 如果他真的盖下去 他如果没有筹筑裁员出来 那一条束花高速公路也盖不出来 这是两个 我们必须要把它澄清这两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其实现在 现在我们坐火车到花莲 你下了车以后 你到花莲车站你看到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作为一个 观光的一个国家 观光的都市 你今天就是说 一个整体的配套你也要做出来 你既然不要人家开车去 你要人家坐火车坐飞机去 你下去以后 你所谓的一日游半日游 各方面的整体的观光配套 所有的交通配套 我们必须要去做出来 就像如果你们有去过京都也好 有去过几个世界比较先进的国家 比较那种观光的游点 你是要去的话 我只要去参加他的出货 bus 他半天游 参加他的一天游 我只要在车站 我只要任何车站 我就可以参加 那这一样的道理 今天你坐了火车到了花莲 OK 那我再来怎么办 花莲很远的 很大的 我要到泰鲁阁我怎么去 我要到七星团我怎么去 现在你到花莲车站 你去得了吗 你必须要去租一台游览车 你要租一台包车 你要租一台计程车 那不是一般的旅客可以负担不起 不容易 然后再来一个 泰鲁阁号 你知道现在泰鲁阁号多热门吗 对 非常热门 那买不到票 买不到票 我的选民服务还常常有人 要我来买泰鲁阁号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从这几个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很多地方要做 那刚刚提到 105年106年 你速发改 我跟你保证 速发改105年动不了 完不生不了的 它整个全厂里面 有20几公里是隧道 当然你有雪山隧道的经验 可是雪山隧道是从80年 盖到95年 总共花了15年的时间 一条12公里左右的雪 雪隧就盖了15年 然后你这边总厂加起来 有将近 百分之六十是隧道 然后这个隧道 我们经过的整个 破碎成果怎么样子 是没有办法预知的太多了 那当然段教授讲的 隧道我们进去 这当然是没问题 可是隧道有一个 破坏生态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也必须要讲 我是很持平家 其实它的水 它的水 最主要是它的水 我们整个宜蘭的生态 因为雪碎的水 流了多少 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当然路也很重要 那有 当然我们也要 必须要另外一边 我们也要兼顾到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将来 花莲的我们现在借这个机会 要有一条返乡的路 要有一条回家的路 我们都站着 那如何 我们现在讲 你现在马上启动 你要给一个书花改 现在一个书花改 我的预估至少要八年以上 那问题是这八年中间 你如何给花莲的一个安全的路呢 不是八年以后我给你 我明天我就要了 所以同步铁路也要 对对 铁路 我想问李洪君问题 为什么提速火车不能坐 它现在太书的话 就是所谓的企鞋式火车 不是我是提速啊 就在大陆就是讲提速 所以你速度快一点的 这个火车为什么不坐 为什么不拓宽铁路 变成提速火车 这个使大 至少住在花莲的人方便 这个我必须 你说高铁吗 没有没有 不到高铁 它那个叫动火车 那以花莲现在的铁轨 因为它转弯很多 所以它没办法做那个 所以它太书格号 那个叫倾斜式列 它就是在转弯的时候 速度可以不减慢 然后跟着它走 那那个叫倾斜式列 我们有做 不是没有测 是增加它的速度 已经增加出 但是没办法更快了 已经这个已经 因为它的转弯太多了 现在可以解除 是不是很重要 我们先用的 不是讲 Controller 是不吓什么